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改善的金额不是很多啦 有的是公牌去啦 有的是电线老旧啦 那这个都可以去抽换 这个都可以去换啊 不要因为经费的问题 影响到学生的安全问题啦 对此教育处长王洪翔指出 在县政府积极督促和协助之下 目前已经有两所学校完成改善 至于另外两所学校 近期之内也会安排厂商以及相关单位到厂限刊 并要求近数改善 有关我们宜蘭县 国中小的消防安检 事实上是我们非常重视 每一年我们都会做定期的一个消防安检 跟针对这个消防缺失的部分呢 提供专案的经费也需要做改善 那去年我们完成各校的消防安检之后呢 目前最新的这个调查呢 还有两间学校还在做复检 那会在近期之内完成相关的改善 那其余的学校都已经通过了相关的一个检查 并完成了一个消防的改善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